后头他又说到 他出门经常遇到乞丐乞讨的人 不容易分亲这些人是真需要 还是以此做赚钱的手段 遇到这种情形 是布施好还是不布施好 有时随意布施一点 有时又不布施 布施后又觉得自己布施太少 不布施良心又感到不安 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何做起呢 也如何做才如何 这个都是自己的心不清净 心不真诚 如果是个真诚清净心 你就不要去想它是真的是假的 你的心就安了 否则的话 不安是你的疑虑让你的心不安 疑虑是烦恼心处 不是真心 真心里头没有疑虑 即使用这个手段来赚钱 要不要给它 也应该给它 你要让它慢慢良心发心回头 以前我讲经的时候 讲过好多遍 道安法师的故事 我在他那里学了这一招 很了不起 信徒骗他 他怎么 他给啊 每一次来骗都给啊 那个骗他人不知道 有老话人不晓得 每一次都会被骗 他自以为聪明 他是老话人 故意弟子 我有一天 去看 道安法师 上午 见老话上 老话上问我 他说有个某人呢 刚才来骗我 走了 你你有没有看到他 我说看到 我大门口碰到 我进来的时候 他出去 他今天又来骗我 你给他没有 给他了 老话人好啊 哪一天他知道了 每一次骗老话人 老话人都知道 人家会良心发现 会回头生安 老话人不吃穿的 这是什么 度众生嘛 利益众生嘛 让他自己良心发现 自己回头 这叫方便 闪瞧 所以 不要怀疑 在这个世间 祈祷的 你怀疑他干什么 怀疑 就干脆不给 给了 不怀疑 那另外还有个例子 新加坡的 贪产法寺 往生了 这个法寺 真的是 一苦未死 他住的一个小精神 我没去过 我跟他见过多次面 都在城隍庙 他在城隍庙 摆个小摊子 卖 纸钱 卖相处 那都是一块钱 几毛钱 他就这样攒了 自己的生活 他吃饭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就一个菜 真的是一苦未死 他喝水 拿个杯子的时候 纸杯子 喝自来水 新加坡是四季都是夏天 一周都非常简单 我们去 是贵宾 贵宾才花个一两块钱 去买一罐的时候 矿泉水 这是他招待贵宾 可是他真有钱 他存了不少钱 有一些寺庙道场 请他去帮忙 非常慷慨大方 我听说这个人 还没给他见面 是在旧金山 旧金山大卷连水 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机会 买一个场所 作为一个永久的道场 贪产发自着福州人 那一帮也是同乡 跟他谈这个事情 买了个房子 需要七十万美金 他们自己筹募 只筹到三十万 老人很欢喜 立刻拿四十万 叶森就是这么大大方方 帮助人 从来没有吝啬 钱给了你之后 他只说一句话 过人因果 过人负责 以后从来不够问 所以他心清静 他没烦恼 那你们怎么做法 那是你们的因果事情 我发的是善心 如果不相干 这是正确的 永远保持自己的真诚 清净自卑 你有这些疑虑 你真诚心没有了 你慈悲心没有了 所以你所做的都不如法 格不如法 不格也不如法 不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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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助人